向牛向牛,蛟龙周到,蛟龙周到,完毕 向牛向牛,蛟龙路前深度889米,上湖速度26,完毕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第一前挑战龙骑成功,而龙骑也不是好人的, 蛟龙的眼睛上一块被烟囱熏黑的痕迹,清晰可见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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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富足的大型生物 大家还是要珍惜就是说 一个是表面的这些成分 第二 尽量维持它的完整 是这样的 我还真的是建议这个东西 完整保存 那我们说清楚啊 下一回我们就敲一两个的 这个我们是实在不忍心 所谓大型生物 是相对于微生物而言 一般只有几厘米长 这会让期待深海巨兽的人失望 但微生物才是奇特的烟囱世界中 最重要最大的族群 它们是海底食物链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所有的这些深海的大型生物 它都是依赖于微生物生存 它不是万物生长靠太阳 它是靠微生物把化学能来利用的 我的目的是尽量分离出热液的微生物 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这种微生物 热液微生物主要是古菌 顾名思义 古老的细菌 实际上它和细菌同样古老 但古菌可以在非常极端的环境里生存 让人吃惊的是 在遗传方式上 它不是与我们肠胃里的细菌 而是与我们更相似 就是营养高压保存 你们血还要到吗 还是不到 不到 不到 包括底下扎子都有用 三个月后 在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院 微生物海洋学实验室 博士生赵伟书 正将来自隆起热液喷口的微生物 取出来培养 深海维生物研究应该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 但是在我们团队当中 古菌是居于核心地位 小心 那些不规则运动的小黑点就是来自龙旗的古菌 在光学显微镜下放大四十倍后 古菌依旧想得可怜 脱离了海底热液喷口高压高颜度的酸性环境 来到我们的世界里 这些小生命最多熬不过七个小时 一般普遍的情况下 自然环境当中九十度以上 细菌就很少了 但是在我们可以在一百度以上的环境 然后分离出各种古菌 另外呢 像比方说 像高温加上 就是类似我们胃液的这个胃酸的浓度的情况下 就只有古菌 没有细菌 但是呢 早期的地球 大家认为海洋最初的时候是接近于沸点 那么我们的热液口喷出来的呢 也是具于酸性 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 被认为是生命的摇篮 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当中 是不是还有跟我们最早的生命 非常类似的这种生命形式 就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吧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类生物呢 就定义它为极端生命 或者叫生命的边界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认为我们是一种极端生命 古菌中隐藏着更多未知生命的奥秘 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弄清生物净化的规律 外形生命可能的存在形式 生命能够在多么极端的条件下生存 生存策略是什么 一种遗传改造过的古菌子模 它的市场价格可以达到黄金的一万倍 光阳大海令人思街千载 非生物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老前辈 如果把地球四十五亿年的历史算作一年的话 最原始的生命大概自三月二十日诞生于海洋中 而人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七点才在非洲出现 生活在科考船上 常惹我感叹造化的神情 看看鱿鱼和我们是多么不同 很难想象在微生物祖先那里会有共同的雪白 看看鱿鱼和我们是三十一年